欢迎来到不爱就散 我是念华 我是方玉 方玉律师给我们接连的 最近的几个个案 其实都是在亲情 亲密关系里面 处理钱财的一些个案 那有一些我们好像 处理钱财的这个冲突 有一些片段经验 会发生在我们的经验 或我们听闻朋友讲的经验里面 那有一些是匪夷所思 今天这个呢 是在亲密关系里面 同一个屋檐下 子女可否直接处理 年老父母的房产 在年老父母还在世的时候 那这个个案是 我们其实在家事里 家事案件里头 有很多的讨论就是 为什么你的钱 会是他的钱 就是我们经常会 父母都还在的时候 你有没有一个叫做 遗产的前哨站 就是叫做监护宣告 那这个案子就是 这个已经成年的这个孩子 这个小儿子了 然后他爸爸呢 已经就失智了 失智之后在法律上 我们只要没有办法去处理自己的法律事物的话 就会涉及到的争议性 因此本来这个孩子呢 就想要去卖掉他爸爸的房产 他想说 你既然失智了 有一些医疗上的使用 那我因为要照顾你 然后我可能也没办法做我原来的工作 所以呢 他就想要去卖掉这个房子 可是到地震室那边的时候说 不对你爸这个好像在失智 所以我这样办过户的话 会有所谓的伪造文书 就是使公务员灯载不实的问题 因为他没有法律上的行为能力 因此他就建议了这个成年的这个儿子呢 去办监护宣告 这个案子就是这样来的 那他就是向法院呢 申请这个监护宣告 申请监护宣告的时候 他的目的就是为了要处分这个财产 那法院呢 我们分做两段 法院就会先做监护宣告的一个裁定下来 那这里头呢 他们就会去提到说 可是还有一个人叫做 会同这个财产清测之人 也就是说 那他财产清测要有人帮你承报啊 那可能大家就不太理解 这个是什么意思啦 也就是说 法院为了要监督这种弱势的老人家 他如果财产被拿走之后 他的他以后怎么办 所以就会有一个法律上的介入 他的财产必须要有另外一个人 那他的监护人监护宣告之后的 就相当于这个无行为能力的 七岁以下的这个幼儿一样 所以他有一个监护人 然后再加上一个会同财产清测之人 那打这场官司的时候 大伯就跳出来 你怎么可以对你爸爸这样啦 后来法院的就认可了一件事情 就让这个大伯当这个所谓的 会同财产清测之人 然后让这个儿子呢来当接护人 那只是呢 这个孩子就是说这个儿子呢 他如果要处分他爸财产 一定要先会同这个大伯才可以去处分 好那我想请问啦 他会同大伯意思是他要卖他爸爸的房子必须大伯同意还是大伯被通知就好 被通知会同到法院去 好会同到法院 但是他大伯呢被通知以后到法院 到法院然后他大伯一直叫嚣说你不可以卖掉你爸的房子 那他的叫嚣算不算数就由法院来做决定 是不是符合这个失智老人的这个最佳力 好所以法院就会听到另外一个声音啦 是的 而不是说他大伯不同意就卖不了 是的 嗯这是我第一次听到 所以要会同开具财产清测之人 是那老师你要不要念一下 这个关于这个处分 好这个儿女啊 你们如果要处分父母的财产 在父母还在世的时候 那么法院呢会按照职权 好就这个配偶四等亲之内 你所有的亲人 最近一年有同居适时的其他亲属 比方说你要处理你爸财产 那这个人就是你妈 还有啦主管机关社会福利机构 bl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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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呢 选为监护人 然后同时在指定 还要有一个人叫做开具财产清测的人 一个人叫监护人 一个人叫开具财产清测的人 好那所以你如果想处分你父母亲的财产 在父母亲还在世的时候 你可能是监护人 但是呢你还要会同另外一个人 叫财产清测之人 嗯好 老师你听了这个你有什么看法 呃 第一个 我觉得不要进入谈到他父亲失智的这个个案 因为失智这个话题太大了 是啊 在今天就在任何情况下面 子女要处理父母的财产 在父母还在世的时候 如果父母没有任何的意见 那就没有什么好讨论的 父母没有表示意见 这个地政室是不敢处理产权吗 我拿你的财产 那我都不知道你的意见 我怎么可以帮你盖张 嗯 对 所以 呃 我觉得如果把他把这个架构简单化 就像我们前几集讲的 今天这个儿子说 我要卖我爸的房子 为什么还要法院同意 嗯 牵涉到财产的事情的时候 就不要觉得亲密关系 可以略过法律 亲密关系没有比法律大 我觉得很多亲密关系 你会不会你30年的家世经验 亲密关系碰到司法 很多人脑筋都想不清楚 就是亲密关系比法律大 他儿子如果今天想清楚是 你就是要拿别人的房子 这房子不是你的 嗯 为什么不需要法院同意啊 他现在这句话 这个故事原因是 我要卖我爸爸的房子 为什么还要法院同意 你跟你爸爸 你不要站在 父跟子的社会角色看 就公民的角色 你是一个公民 他是一个公民 你要卖他的房子 当然要法律同意啊 嗯 哇 老师你真的太棒了 没有棒 我只是觉得说 在亲密关系里面 很多人都把亲密关系 你要用他对自己有好处的时候 就无限放大 对 我跟你是怎样怎样 为什么不 是 但是呢 当你要要钱的时候 亲密关系呢 就 就跳过去了 对 对 就是以爱之谜 就被abuse啦 对 就以爱之谜的事情挺多的 这儿子也没有讲到爱了 他只是说 我要卖我爸的房子 为什么要经过法院同意 对 他的脑筋真的是很有问题 所以你看 就是说 我们在亲密关系里面 我们 在很 我觉得 记得是在最早吧 我就在讲 华人对于亲密关系 的定义是 模糊界线 你只要跟我画了界线 好像我就不是亲密关系了 所以 但是老师刚才讲出一个观点 好像亲密关系 你以为就什么都可以做 就无限上纲 上纲了吗 所以 再怎么样的亲密关系 都不可能略过法律 那个法律两个字 你就称之为界线 我想请问 我们把这个案子放进来 成年子女认为 父母日渐老去 所以这个财产 如果父母还没有分给他 或没有给他处置权 因此就心怀怨怨 对 这种情况在你的家 是案件多吗 父母还在哦 我跟你 跟各位讲 老师我说 很多的孩子都有个观念是 父母的财产 就是我的财产 就是反正 对 所以你会发现 他孩子多一点 像我们这一代的话 通常就是我们上一代 就是这边四个小孩 五个小孩 到八个小孩都有 你就会发现 手足就开始去算计 父母亲的财产 这件事情你怎么分 请问预立遗嘱 对于处理这种子女 孝顺或觊觎自己的财产 那如果子女又不止一个 还产生了横向手足之间的不愉快 父母亲早点预立遗嘱 并且公开给子女看 是否可以比较有效的处理 好 老师我也跟你讲一个很血淋淋的 因为遗嘱他第一份之后 他第二份还可以退翻 所以你会发现 病房有时候就会开始把这个爸爸或妈妈圈在旁边 让他改变遗嘱 好 那当然这个说这个这种情形下 是可以撤销掉的 但是你要举证 他是对父母亲有不当的恐吓 威胁用诈骗的方式让他改变遗嘱 但是你很难举证 所以经常父母老后 尤其是有钱的父母老后 手足之间就有开始去争夺父母 就很像争夺未成年子女一样 他要不要跟着我 所以就监护人是谁 就开始是遗产的一个争夺战 那老师问我第二个问题是 那我一日遗嘱是不是就可以改变 同样我在讲 现实当中 他其实遗嘱是可以用后面的遗嘱改变前面的遗嘱的 他可以撤回他也可以撤销 这是主要是这个原因 第二个事情是 好那这个遗嘱没关系 我就要立遗嘱的时候 我不事先公开给这些我的孩子们知道 那我就是公正遗嘱啊 我可能立个遗嘱执行人在那里 那这里头为什么手足又开始纷争了呢 他就讲说 这个遗嘱怎么可能都给方念华 这钱怎么可能给方念华 你怎么可能给谁谁谁 就会认为这个遗嘱可能就是一个 我觉得台南的家族嘛 那个航空海运事业家族 就是这样的一模一样的故事 一模一样的故事 所以你就知道遗嘱为什么诉讼这么多 就是这个原因 就是说你这样子分 他们觉得很不平 所以他们有一个第三个 我要讲 有时候立遗嘱要很小心的是 他有时候会某种程度呈现了 你对于这个父母亲的感情 你知道手足在竞争 父母对他的爱这件事情 在生前就会竞争 所以在遗嘱的时候 就会看清楚 哇你偏从老大 或你偏从老妖 这件事情吵得更没完没了 那如果我们再从这个个案引申 这个个案他没有手足纷争 他是父亲突然晕倒 然后就活了之后呢 失去了自己的生活照顾能力 因此他想在他父亲还在世的时候 把父亲的房产卖掉 那请问可不可以预立任何契约 他不是像遗嘱 就是说做父母的 说如果我突然今天中风或飞机失事 或说我发生任何变故 使我失去了行为能力的时候 我可以在这个前面的契约里面 我先授权我的哪一个子 你就可以处理我的财产 这叫做四个字议定监护 可以的 我们没有讲过这样的 还没有 你们可以立一个议定监护 那议定监护有几个内涵 就是第一个你要记得去公证 它一个内涵包括医疗代理 包括财务代理 包括监护宣告的时候 你要指定谁是你的监护人 所以他可以处理的项目是非常多的 所以老师几乎就回到了 我们修法通过的议定监护 来解决这个问题 对 但是我觉得 以我们的子女和高龄父母的关系 我觉得很少子女会跟父母亲开口 提说你要不要立一个议定监护 也很难开口说你要不要立医处 我觉得医处非常难开口 但议定监护就是说 如果今天父母有过突然中风一次 你懂吗 轻微中风 或者是说你知道你的家族病史里面 他有那种突然的心血管疾病的时候 对 我觉得可能今天方钥律师 提供我们这个叫议定监护的 这样一个文件 然后到法院公证 它确实是避免后续更复杂 司法程序很不错的方法 但是也意味着某个地方就是 关于财产这件事 就如同老师在前几集在讲 有时候财产某种程度代表了一个关系 所以你在这里头先做了一些安排 其实有一些人总是在这里头就开始觉得 好像衡量了你跟我的关系是什么 就难免会发生这样情感上的创伤 那他自己去 自己去处理 好 自己去处理 因为一个人没有办法透过别人的行为 然后让自己永远不受创伤 对 父母的爱也有等差 那父母就是在这个部分 他最后分派给你的少一点 那你就接受这个情况 就请接受 好 那我这边最后我还是要想要分享 就是说 其实因为父母老后的议题 在我周遭的朋友 我周遭的朋友都在讨论这件事 那就是如同老师讲这个题目很大 只是说 我们有一个挑战 因为我们的继承的概念 就是觉得我财产一定要留给子孙 这样的一个概念 其实我有不少的朋友都在挑战说 我为什么一定要留给我的孩子 留给我的子孙真的会比较好吗 就是说你让他们的孩子再炒成一堆 或者你留给他之后 让他觉得好像他不用再工作了 他就可以继续啃老之类的 这件事情我们华人的这种继承 包括特留分的概念真的是合理的吗 那因为我这位朋友 他是在美国待很多年 他说在美国根本没有这个特留分的概念 没有我的财产就我的财产 我的财产不会变成你的财产 即便你是我的孩子 所以他认为说 我这一辈子努力辛苦的钱 应该回流到社会上去 所以我觉得每个人观念都在不同的变化 所以我想要冲撞几件事 就是说 为什么你父母的财产会是你的财产 所以这个方钥律师留下这个冲撞 留给大家不敢听Podcast 或者看了这集之后默想 刚刚有一句话 我觉得是今天可以take a wave 就是你一辈子所努力的积蓄 回流给社会 那是不是取之于社会回流给社会 比在一个亲族之间垂直不断的继承享用 会创造不同的意义 好 不爱就散 那么不要忘了按赞分享 开启小铃铛 我们下次再会 拜拜 拜拜